你现在看到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份清朝魔术师朱连奎表演的真实影像 因为演出内容太过神秘莫测 而遭到进播118年 他所表演的一系列戏法 至今没有任何一个魔术师能够模仿 而他的技法也随着他的去世永远的成为了一个谜 接下来请不要眨眼 认真感受他带来的神奇 这位魔术师续着长胡子 留着长辫 身上的服饰不像是清朝常见的装扮 应该是他的演出服 只见他撑着一把平平无奇的伞 手指扇子绕长一周 步履轻快像是在跳舞 扇子被他随意扔在地上 手中这把伞就是他变戏法的主要道具 他躬身借扇子遮挡 明明什么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地上就多了一把凳子 这凭空造物的戏法 让在场所有人发出一阵惊呼 谁也想不通他是怎么做到的 就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如法炮制 在舞台右侧笔划两下 又一张凳子出现了 他步伐轻盈 手中动作不停 花伞转着圈被他收拢丢在一旁 他捡起地上的折扇 展开摇晃 疏忽之间 折扇变成了一把新的伞 技法之神奇让人大开眼界 魔术师展示完有伞后 从伞中掏出了一只纸灯笼 明明他的袖子是非常宽大 无法藏匿任何东西的 灯笼究竟从何而来呢 魔术师把灯笼挂在身后 不给观众反应的时间 在翻飞的动作之下 又变出了一只灯笼 同样挂在了身后 他的戏法没有丝毫停歇 很快第三只灯笼就出现在他手中 这三只灯笼甚至形状不同 各有特色 但是单纯隔空变物并不是这位魔术师的拿手系 他拥有更高超的技法 只见他将三只灯笼摘下来 放在凳子上 堆在一起 依旧是这把神奇的伞 伞面遮挡的时间不足一秒钟 再次拿开时 竟然出现了一只大黄狗 他听从魔术师的指挥 灵敏地跳下凳子 乖巧坐在一边 难以想象 这只狗究竟是如何出现在伞的后面的 魔术师显然很花散也不要了 连人带狗一起坐在了凳子上 就像抱着一个孩子 而接下来的一幕 惊呆了当时现场的所有外国人 你现在看到的 是世界上唯一一份 清朝魔术师朱连奎表演的真实影像 因为演出内容太过神秘莫测 而遭到进播118年 魔术师把刚刚变出来的狗抱在怀里 轻轻顺毛 嘴里念念有词 这次连花散的遮挡也没有了 大狗竟毫无征兆地 在观众的注视之下 直接变成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活蹦乱跳 在场的人议论纷纷 都在讨论这个女人究竟是人是鬼 难道真的就是大黄狗化身而来的 女人与魔术师共舞 然后坐回椅子 等待魔术师的下一步指挥 魔术师把花散捡回 这次不用登陆 花散只是在右侧的凳子上 轻轻遮了一下 一个身着力服的官兵就出现了 他头戴清朝时典型的礼帽 活动自如地蹦跳着 和魔术师互动片刻后 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魔术师像奖励宠物一样 依次安抚了两人 然后叫上小兵 两人从台侧搬上来了一个 类似火柴盒的纸壳子 这个纸壳子 只有前方和两侧被纸封上 内里空空如也 纸上的花纹神秘莫测 像极了符咒 看得出来 这样的表演已经有过很多回了 女人早早地预备着盘腿做好 纸壳子暂且搁置在凳子上 魔术师示意女人就坐在此地 不要走动 她和小兵从舞台另一侧 又抬上来一个一模一样的纸壳子 魔术师用纸壳子笼罩住女人 贴心地把裙脚都收进去 让人看不见她的身影 她的手在箱子之间游动 示意她将会把女人变到另一个纸壳内 在场的人无不摒弃凝神 期待着接下来会出现什么 魔术师从地上捡起折扇 在箱子之间来回煽动 仿佛要把女人用一阵风送到另一边 她来到藏有女人那一侧的纸壳背后 然后竟然直接突破纸张钻了出来 原本在凳子上的女人依然不知所踪 一个大活人就这样仿佛要把女人用一阵风送到另一边 她来到藏有女人那一侧的纸壳背后 然后竟然直接突破纸张钻了出来 原本在凳子上的女人依然不知所踪 一个大活人就这样在众人面前凭空消失了 这场景实在太过诡异恐怖 更让人惊讶的是 随着魔术师把另一边的纸壳撕烂 女人居然端正地坐在凳子上 就像她本来就在这里一样 观众沉浸在魔术的神奇中久久无法自拔 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接下来朱连奎表演的 是她此生留下的最大谜题 你现在看到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份 清朝魔术师朱连奎表演的真实影像 因为演出内容太过神秘莫测 而遭到禁播118年 只见魔术师将女人请到身后等待 她动作麻利 和小兵把纸壳上剩余的碎纸撕干净 此时谁也没想到 她接下来要表演的内容 会超越人类的认知范围 魔术师和小兵把碎纸清理干净后 她让女人重新做回了凳子上 示意将会再次重复刚才的戏法 她似乎丝毫不怕会被拆穿 自信地要求大家瞪打双眼 紧盯两个凳子 此时的纸壳已经变成了毫无遮挡的木架子 魔术师钻进钻出 多次验证木架子前后毫无遮挡阻拦 她再次强调 大家要认真观看 然后坐在中间施展法术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端坐着的女人竟然慢慢变得透明 她的身影逐渐在另一侧出现 如果说之前的挪威是借助纸张遮挡 施展的障眼法 那么这一幕又该如何解释呢 据说当年表演到这里时 有不少观众都吓坏了 更有人尖叫着离开表演场地 胆大的人则留下来继续观看 这一出大便活人实在精彩 女人站在中间摇动扇子 刚才的消失仿佛没有带给她任何不适 魔术师将架子丢开 把一条柔软轻薄的纱巾铺在凳子上 然后就将女人横抱起来安置上去 用纱巾将其包裹起来 包袱肉眼可见的变小了 魔术师站在高处 提起包袱活人实在精彩 女人站在中间摇动扇子 刚才的消失仿佛没有带给她任何不适 魔术师将架子丢开 把一条柔软轻薄的纱巾铺在凳子上 然后就将女人横抱起来安置上去 用纱巾将其包裹起来 包袱肉眼可见的变小了 魔术师站在高处 提起包袱一阵抖动 几只活蹦乱跳的击蹦了出来 四散逃开 而女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魔术师把杀金展开轻轻抖了抖 退场已久的小兵从她身前冒了出来 两人手牵着手鞠躬 刚才消失不见的女人从侧幕出现 三人一同谢幕 演出到此结束 这场演出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轰动 就连老佛爷慈禧也听说了这件事 派人请朱连魁进宫为自己表演 一直到朱连魁去世 这场魔术所用到的技巧都无人解开 至今也是一个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